各位朋友大家好这节课跟大家分享怪猪招通常做击的计算 我们先看一下 怪猪招我们前面说是他有 做击 加击击 螺旋估计 这些高级组成的 那么我们先这节课先给大家介绍 这个奏效高级的计算 我们先看一下16G101-3102页 这一个图 我们看一下 他是不是这个图里面有 树下的做击 还有横向的这个螺旋估计和 这一个加击击 看 加击击是接触两米一个两米一个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 这个图我们先看一下这块上面这是不是一个成台 成台是不是这么高 是不是 成台 那么我用蓝色的来画这个怪猪招 这是怪猪招 我们看一下 怪猪招收入仇台的高度 H 是不是写了个H 那么我们继续看 这个30毫米是什么呢 30毫米其实就是这个螺旋估计起步 对不对 下面这也有30毫米 那么最下面这个C是什么的保护层厚度 看C为保护层厚度 对不对 在下面这些是什么这是电层 是不是 我有蓝色的来画这是电层 成台下面有电层 我们 我们继续看 这个 那么 那么 纵径深入成台部分 这个超度 做法 我们看纵径某日成台做法建104页对不对 H为 装顶深入成台高度 装径直径小于810 H是50毫米 装径大于等于810 去100毫米 海阶加进京就这一个 海阶加进京 建设计标注到设计未知名时加进就直接为12强路等级不得低于H2B400 是不是这个图 我们就已经给大家 解释完了 那么这个 当然 还有这一个 还有这个 装顶标高和成台底标高 这两个高差就是H吗 对不对 还有这个 大于等于5倍D 这是什么的 估计加密区范围 螺旋估计加密区范围 对不对 我们这个图里面他只有通潮做就加进就螺旋估计 只有这个三个高级 那么我们先看看这高级的旧潮怎么算了 怪 主装 通潮做就计算 旧潮了 L是什么的 L就是装的设计装潮 解去下面一个c D加上某固 某固就是这部分潮度 那么他某肉到底是多少的 某固我们接着往下看 看一下16G16-3104也这个图 某固 当成台的厚度足够厚的时候 也就是说是 这一个高级 就从装点开始往上某固就蓝色部分 他买足la钱买足35倍地的时候 就他直直的上去 35倍地和la取一个大值的时候 他这个高级潮度 直直上去可以 买足 那他就直卯 对不对 就某固就是maxla和35倍地取个大值 看这个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装是不是 哎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高度这个高度是什么的他其实就是 装顶收入成台的高度 那么 这份高级的他就某固 直卯对不对 就这么个样子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到这个直卯的时候比如说是到这个成台的厚度在 这么厚我们看一下 到成台后的这么厚 直卯的时候放不下就高级就会突出了 高级就会露出去装顶了 露出成台底的这怎么办的 不得直卯 我们斜一下 就直直的 如果我们直卯的话他是不是露出去了 我把它斜一下是不是 你看 我就这样斜一下卯上去 他就够了 他就不会 在成台 底面露出去了 那么这个角度呢 他是75度 大于75度 你不能说是 我这个样子是不行的这个样子是不行的 必须大于75度 如果这样可以的话他卯弓也是 L1和35倍的几个大事 那么就说是 如果我们这个75度他还是露出去了 那怎么办呢 你就不能斜卯也不能直卯 你就得外卯 上到顶面 上到顶面解决一个保护层 加上歪折 这个歪折是多少的 歪折就是15倍的地 对不对 这个15倍的地 那么有的朋友说了 这块 垂直发现大于等于20倍的地 还大于等于6.6倍的LAB 这什么意思 这就是设计人员设计这个 潮台最薄 的要求 这个 给我们预算人员 你不用管他 你 设计人员你不能设计个潮台是这么厚的 对不对 你如果设计这么厚那就出问题了 所以说是 这是给设计人员看了 那么预算人又算了怎么算了怎么算了我们看一下 成台后 是不是这么厚 减去 一个C 减去顶面一个C 对不对 加上歪折15倍的地 我们算是不是算到这块了 还得减一个H为什么要减H了 因为我们前面算这个设计装长的时候是不是算到 装顶了你然后再从这块算是不是就两算两个重复了所以得点减一个H知道了 减一个H就不重复了 这么个算法 那么 我们给大家举个实际案例 就是利用16G10-1020104页的这个知识点 我们举一个实际案例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纸 他这个图纸我们看一下 他这是一个装图 看一下 火丁的墙的等级郭维承转为c35市装为c40卯装为c c35 哪些是市装哪些是卯装的市装是这么一个标符 卯装是这样的 我们看一下市装 这是不是市装一个市装 四周要有四个卯装 对不对 一个 说这块也有一个市装四个卯装 两个点位 三个这块也有 一个市装 四个卯装 这是第3个 第4个 是不是一个市装 四个卯装 第5个 一个市装四个卯装 那么 我们跟大家举个例子 工程装和市装 装纪为600毫米 对不对 装纪为600毫米 装纪为长度 设计装27米5 就是从装底 一直到装底标高 27米5 27米527500 看起来吧27500 某固呢 看某固 抓底做精上入成台 超度为35倍的 D 是不是 35倍D 那么我们这个抓怎么算了27500解决下面一个C 是不是啊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C 抓生做精保护测厚度为50毫米 27米5 是不是啊27500解决50 加上 35倍D 就算好了 就这样算了 我们看一下 27500解50加35倍D 算下来28010毫米 那么总共有多少根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里面高数是多少个的 高数 是不是就是 这里标的12516 是不是 16个 是12个说错了是12个 16是直径吗 12个 一个庄里面是12个 那么我们有的朋友就说了 那这么多了我也不知道这多少根呢我如果一个一个数太慢了怎么办 如果有cd图的情况下跟大家介绍一个最可快速的方法 我们在管理大软件里面 不需要建立轴网也不需要干什么你就添加图纸 比如我们把这个cd图是找到了刷机 刷到一下把这个图是导入管理大软件我们这块识别装待记下是不是cd草都下面识别装 然后 当然如果你不会去管理大话你只能数了知道吧一个一个我个数 我们 识别装 对不对 我们先提取装边线 如果会管理大软件的建议给大家就是这种方法右线 提起了 然后识别装 自动识别装 我们稍等一下 过识别到372个装 是不是372个 很快 372个装 那么总共有372个 我们看一下 我们要算的是工程装和试装 试装 我们说了 我们是不是要把某装给他解去 372个装 372个装 总共有五个地方有 有这个试装和某装对不对 一个点有四个某装 减去5乘以4 对不对 352个装 看一下 那你就在这块 你可以 我们也可以给他 这块加一下 工程装试装 工程装 试装 高速是不是 372解去5乘4 等于 352 个 一个装里面有12个总共352个 那么这节课就给大家接着到这里谢谢大家